在里程碑之战中,每个主帅都期待可以获胜,但是往往因为里程碑之战,自己或许因为紧张,或者是因为球队的境况不佳,所以往往在更有意义的比赛中,取得一个不太理想的结果。 很显然今天凌晨,德勒夫就是这样的,在欧古连的比赛中面对荷兰队,这是勒夫执教的国队的第168场比赛,成功超越了赫尔贝格,成为德国对历史上执教球队场次最多的主帅,但是很遗憾他们历史上首次在老对手荷兰队身上输三个球,而且还被对手完成云风。 这场比赛中勒夫确实派上了很多年轻球员,不过队伍中也有胡梅尔斯、莫勒和可罗斯这样经验丰富的球员压阵,但是没想到的是最后阶段球队彻底崩盘,就和世界杯面对韩国队的比赛一样,荷兰队的反击轻松协议,如果不是德国队防守的运气稍微好一些,恐怕比分不止会是3比0, 而在比赛中,德国一直都很信念的前锋维尔纳发挥,依旧不好,世界杯他也是作为球队9号场场首发,但是效果球迷们也都看到了,现在还是维尔纳首发并打满全场,结果德国队赛欧国联的小组赛中垫底,因为赛事的跨度比较大,所以一旦较急,那么想要升级回来的用时会比较长, 德国队现在就处于这样尴尬的局面中,面对法国队和队守战品,现在又输给了荷兰队,在小组中三支球队中排名倒数第一, 这样的情况下乐夫表示接下来的两场欧国联导,比赛一定要确保可以在世界杯冠军法国队身上至少拿到一分,同时还得在主场击败荷兰队,才可以确保不降级, 当然不降级的前提是这些一切都顺利发生,而谈到赛后肯定会有缓帅言论的时候乐夫表示自己有心理准备,大家需要探讨的自己也不能阻止, 乐夫还被表示年轻的球员在本场比赛年轻球员还是需要时间成长的,在球队落后的时候其实德国队已经掌握了局面,之后最后阶段踢得很糟糕,所以输了球, 现在德国队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,前锋肯定是德国队的首要问题,德国队的历史上可是从来不缺少传奇前锋的, 不过现在这却是困扰乐夫的一个难题,是继续用总是不进球的维尔娜,还是从德甲中选择一些年轻的高中锋进行培养适应及希望于未来,这也是乐夫需要好好考虑的。